欢迎收看Winbound Talk 我是本集的主持人Hannah 最近在电子业界有一个很火的名词叫OTA 好像不管什么产品有了这个功能 就能让这个产品跟得上时代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华邦电子快闪记忆体产品计划处处长 William来和大家一起看一看 什么是最适合OTA的快闪记忆体 我们欢迎William 大家好,我是William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讨论OTA这个热门的话题 William,我们都知道OTA是Over the Air的意思 那像我们的手机 有时候就会收到要求系统更新的讯息 我们就必须花时间去下载新的系统 然后安装,然后重新开机 那对于其他电子产品也是一样的吗 是的,在工业运用与车用电子相关领域来中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就是产品的周期非常长 那越来越多的制造商 开始找入OTA这个功能 让产品可以透过线上更新的方式 来解决可靠性以及安全性的问题 滑邦电子可以提供高达2Gbps的快闪记忆体 来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 2Gbps听起来是一个不小的容量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这么高容量的快闪记忆体呢 举例来说,天线公司的无线记忆台就是很好理想 它需要高容量而且高品质的快闪记忆体 以目前的天线模组来说也整合了RF module 必须能够耐高温高湿不同的气候要求 滑邦的快闪记忆体已经通过了车规所需要的AECQ100认证 相当适合这样高品质的要求 那个基地台呢真的很需要求稳定性 万一要是当机或者是要更新 花很久的时间去更新 那这样子会造成客户的不方便 而且会造成电信公司的营业损失 你说到一个重点 系统其实不断地在对快闪记忆体进行读取动作 而且可能在动态地做一些背景资料写入 那OTA就必须在空档当中 把新版的认体写入到快闪记忆体当中 一旦执行写入动作时 系统就无法对快闪记忆体进行读取 这样就会造成刚刚提到的时间会非常长 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一般来说我们使用Suspend Resume的方式 也就是暂停写入的方式 让系统可以读取快闪记忆体当中的资料 这样可以解决这样的部分的方案 听起来是一个好的方法 看起来对OTA很有帮助 是的 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的 当背景在写入资料时 刚刚所提到Suspend Resume 就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咦对 那怎么办呢 有我们只能慢慢等了吗 其实滑邦有好方法 滑邦的高容量快闪记忆体 都具备SPI stack的功能 它可以提供边写边读 或者是两笔资料同时写入 这样可以解决掉背景动态时 我们要做OTA的一个问题 嗯 这样听起来 可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性还有效能 是的 如果你爱设计OTA的产品时 滑邦可以提供高容量高品质 而且随时写入的快闪记忆体 如果你对SPI stack的强大功能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随时联络我们 好 很高兴威廉今天来这里跟我们讨论OTA这个主题 那这一期的Winbound Talk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